啊 没有 结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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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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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当时就 首先是佳佳 就是面色非常惊慌地说 无心不见了 我们说张忍不见了 然后张忍不见了 然后我们所有人都慌了 因为我们想 是不是他们撑不到两点钟了 然后我们就到处找 到处找 然后就看到啊 就是在吧台的下面 对 就是正常人不出现的地方 对 就是我们都是靠在吧台 或者是坐在吧台旁边的椅子那 对 他们两个是蹲在吧台旁边的地上 啊 而且这样还有很多人在这边拿酒 你知道吗 就是在他们身上踩来踩去 他们也没有不在意 就一直在聊 没有 我们真的聊天的内容很单 就是聊聊人生观价值观 对 人生观很明显 要聊到人是观价值观的 你在那种叮叮叮叮叮叮的音乐当中 人聊的出什么人生啊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我们玩完结束之后 张忍跟无新还一恶不舍 遇不舍 那是你们丢了电话 而且我们玩完以后 门口有一个就是高级轿车来接那个维嘉 他在那里搭上了一个人 维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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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我们就聊到那个 我知道这种感觉 就是在异乡很容易对自己的就是 同胞产生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但是有的时候 你在异乡也会对 这个异乡的妈妈产生一种特别的 他有怪癖 张远有怪癖 就是上一次大家没有机会去到小五的家里 这一次终于去了 真的 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对不对 我们当时在过中秋节 然后我们四个因为很想回家 当时会觉得特别孤独 然后当时小五就打电话给我们说 你们来我家吧 我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 然后我们就邀请我们去他家过中秋节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有一张照片 在小五家里过中秋节的照片 来请看 他知道我告诉他了中国也有中秋节 然后告诉他妈妈以后妈妈觉得 他们应该想跟家人在一起吃饭 是 他妈妈准备了很多菜然后叫我们了 哦 都是韩国最贵的菜 最贵的菜 赤叢肉 牛肉 太感动了 对啊 牛肉和赤参在韩国就是要付很多的钱 才可以吃得到 可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好像就是因为跟你们家人接触的太近 然后张远又爱上了你的一个家人 哈哈哈哈 对 怎么回事 谁来爆料 我要爆料 我觉得张远一直有一个怪偏 没有 哎 真的 今天 对 你别说话张远 没事没事 没有我们让他们说完 聊完以后单飞 我先说一下 以前我姐姐没我姐没结婚的时候 张远就很爱我姐 哈哈 哦 他现在我姐结婚了 他说你姐为什么结婚 哦 张远就很沮丧 对 我问一下好快的 然后看到看到小五的姐姐之后 又爱上小五姐姐了 我见过小五姐姐 因为就是我曾经看过他们 他们给小五录的一段那个VCR 姐姐超美超可爱的 这个张远来说一下 张远动 你怎么样评价小五的姐姐 首先就是很美嘛 然后我觉得 望迪她的眼睛觉得特别的纯净干净 特别干净 很温柔那种感觉 你有没有因为她想要离开娱乐圈 哈哈哈哈 没有就是看了之后就像小五 其实心情是一样 就特别想去照顾她 哦 想呵护姐姐 吴欣也是我姐姐 吴欣问一个问题 吴欣问一个问题 吴欣要有问题要问你 来 张远你上前一步 就这个时候你说出这句话 刚才那我那段是垫背是吧 哈哈哈哈 不是 你得说清楚 你见到了吴欣 忘记了小五的姐姐 还是见到小五的姐姐 忘记了吴欣 见到小五的姐姐 忘记了吴欣 因为是后来她们吃的小五家吗 我们把小远逼得还在认真的下 我们来问一下 他们在韩国学的新东西吧 对 在韩国学的些什么新的东西 这次小五交了我们一个新的 一个新的嘛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Nobody Sorry Sorry 就已经可能很久了这样的 现在韩国现在有新的东西 新的舞蹈 真的吗 可以胜过Nobody和Sorry Sorry吗 完全没问题 应该会比他们红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会告诉你们 这个我在韩国 所有的艺人都模仿他们 对 所有的艺人都模仿他们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也来学一下 认真啊 重点是表情啊 哇 认真的排过了 哇 认真的排过了 在这种程度里面 我觉得还好 在其实一点 在这种程度上 还有一个最后很找胜的 很高穩对 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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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说到的 这是个什么 哇 这是一个巧克力 巧克力啊 是真的巧克力啊 你这样可以讲话吗 帽哥你这样讲话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这个舞啊 我觉得它有一个难度就是它在乎 那个表情的控制 还有一个重点在于跨步 对 来娜娜可以 要不怎么说我们娜娜在舞台是有一定 地位的 哇 但是我觉得 我推荐一下海涛 因为海涛今天他摆起来这边 特别有帮助到他海涛和佳佳来一个 我们要加上 我们有一定地位的 来来来来 三个人一起 那中间呢 教我们一下 老师从头放音乐 谢谢 哇 这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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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们的收关之后 收关 再也不会有舞蹈 再也不会有舞蹈 我们再也不会有舞蹈 我们说天注定不让我们 直接 直接不是 你们想跳音乐不干 哈哈哈 他自己是大部了 收关了 收关了 那这个刚才聊到这个宅男的话题啊 我们其实知道 我们之上力和呢 还是经常有一些宅在家里的时间 大家都喜欢干些什么 呃 谁最宅 你们五个里面 都挺宅的 都挺宅的 我觉得是马雪洋爱 其实好像那一次 你们在韩国培训 也就是跟我们出去玩了一次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去小五家 过中秋节 对对对 小美你都在培训 小美你会因为什么原因宅在家里呢 呃 就是个女朋友 说吧 呃 没钱 哈哈 没钱的时候 没钱的时候 还有生病的时候会在家 哦 那小五你呢 一个是 客观条件不一样 小五你呢 嗯 我喜欢在家 我不想 不喜欢出去 他就是出去玩 就是喜欢在家 不喜欢出去 外面有什么让你不喜欢 不是不是 呃 如果我去逛街的话 嗯 如果我想买什么东西 嗯 我就买着回家 我不管别的 对 OK 男孩子这样目标性很强嘛 就想买什么就买 其实呢很多人都在想象 这样的偶像美少年 他们家里是什么样子 像这样子 如果他们宅在家里 会不会就像偶像剧那样 大家想不想看至上力合的宿舍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的快乐大品 就派出一个实力特别强劲的小分队 对 杀到北京直觉突袭了至上力合的家 啊 哦 来一起看一下 结合了 一 师哥 美少年宿舍卫生大收场 开始了 呀 别以为美少年就是讲文明多礼貌的 你接着你就看看 哈哈 是什么意思 其实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揭开就是 偶像天团至上力合宿舍卫生的神秘面纱 一 二 一 撞到 撞到 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李帽 我们接下来 教文明懂李帽 我们首先就查这李帽的方件 李帽 你会稍微点 出发 茶水表 ましょう 等一下 这是什么呀 没交物业费 没有交给你点管理费 供暖费行不行 没交给供暖费 好歹是个偶像 哇礼貌 你平时在家就是这样的装扮啊 快穿上点吧 有吃饭的吗 没的 你有什么吃的吗 对 这就跑过去 这 薯片挺干净的 赶紧没有吃饺子 我给你做饺子 吃饺子 对啊 我做饺子 我泡蹄了 不是抽茶吗 对对对 快点了 快来 茶吧 没想到李茂佳竟然如此正洁 厨房也竟然有序 难不成